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 只要拿到居住镇的 一定要让他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绝不能因为孩子家境 区域不同 输在起跑线上 机会公平当中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 今年大学毕业生 创新高 达到874万人 我们要让他成为 不断线的风筝 经历两年都要提供 就业服务 对农民工 不论是长州地还是返乡 都要给他创造 就业的服务平台 对退伍 有一个印象 至今是挥之不去 还能天地的农民工的施工 其中有一位农民工 跟我系数差不多大 我和他对话 他希望一条多加班 多挣钱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的一个孩子 考上了重点大学 他要用钱让他安心地学习 并且学习好 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他对下一位 未来的这种期待 农民工欠薪的问题 我们要立法规 要坚决打击 那些恶意欠薪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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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被血难忘 五辈当自成 五辈愿用青春 探卫祖国盛世之华光 未来我定将做个有用之人 发光发热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理爷爷一路走好 感谢观看 把视频放上来 李宝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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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李宝宁好